省建設廳長陳友欽今天到台中市巡視了正在施工中的五全路鐵路立體交叉工程 這是由省政府補足經費下台中市在都市計劃道路中興建的第三個鐵路立體交叉 這座鐵路立體交叉的長度有346.5公尺 橋高4.6公尺寬30公尺分快車與慢車道 已經10月間完成 這座鐵路立體交叉不但對於台中市的交通有所改善 同時對於南北洞段公路來往的車輛也將帶來了很大的方便